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两个议题 分别是美国内政害了外交 以及江西州节和二旧的现实 台湾联合报报导指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 拜习将再次通话美中台局势升温 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就表示 美国内部最鹰派的是国会 最鸽派的是军方 彼此角力不断 美国内政害了美国外交 佩洛西若真正的去台湾访问 台海局势会很危险 北京一定会拿台湾开刀 但她认为蔡英文政府并非无辜的 背后持续加大对美国国会游说 游说发挥的作用比95年在康乃尔还要厉害 苏启表示现在一方面是美中在角力 一方面是美国内部也在角力 美国最鹰派的是国会和媒体 而最鸽派最不愿发生冲突的就是军方 这是因为美国在东亚的力量 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包括美国国防部官员年度报告都这样写 是铁的事实 他表示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斩钉截铁说 美国在东亚可打败中共 这就是为什么美军非常保守 鸽派因为对军力平衡最清楚 而美国国会根本不用负责任 只要在媒体上得分就好 所以最冲 行政体系包括国务院和白宫就夹在中间 苏启直言假如佩洛西到台湾 他真的觉得会很危险 北京不一定拿美国开刀 一定拿台湾开刀 台湾太容易被开刀了 台湾真的很虚弱 不过苏启同时认为 蔡英文政府不是无辜的 外界不知道的是 包括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外长吴钊燮对美国国会做的游说工作 美国国会被煽动的那么厉害 背后是有台湾游说 从美中互动观察 苏启认为 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假如这样的刺激 美中都觉得太紧绷了 还是认为需要管控 这时反而会促成双方谈判 美国之音这报道 美国两党议员支持佩洛西访台 国会外交的领袖也强调 不应该让北京决定 谁能去台湾了 参议院外交关系文会主席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梅南德斯表示 当我们中的任何人出访到一个国家时 总是会有敏感的地方 在台湾的情况上 中国更是格外敏感 梅南德斯强调 他不认为应该让中国决定 谁可以访问台湾 谁不能访问台湾 如果北京可以这么做 那就是他们可以实际孤立台湾 所以他理解可能访问的时间点 有些敏感 时间点有些敏感 但不应该让中国决定 谁能去 谁不能去 梅南德斯和资深的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格雷厄姆曾在今年4月 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当时本来他的访问 是应该由佩洛西率领的 当时佩洛西因为传出疫情 所以没有能去 4月的时候 梅南德斯跟共和党跨党的议员 到台湾访问 而且跟蔡英文会晤 代表佛吉尼亚州的民主党 联邦参议员凯恩 对美国之音还表示 他认为中国政府 不需要对美国国会成员 访问台湾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他表示 有许多的同事 曾经访问过台湾 去年也有许多的参议院 同仁访问台湾 并给台湾送去了疫苗 他认为那些都是正面的 所以他不理解 为什么议长访问台湾 中国要如此过度的反应 美国之音的报道 同时也表示 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 一旦成行 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佩洛西的台湾之音 陈真 他将成为25年来 首度踏上台湾土地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对于有些人怀疑 白宫和佩洛西唱双簧 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 林中斌则认为 从拜登公开表示军方认为 实际不太适宜 可以看出佩洛西事前并没有跟白宫打过招呼 他不认为白宫跟佩洛西有双簧的可能 对于佩洛西访问可能的影响 林中斌认为恐怕中共会派出更多架次的战机 穿过海峡中线 林中斌表示他并不认为环石前总编胡锡进 所建议的中共军机半飞佩洛西 所搭的飞机进入台领空范围的方案 可能会被解放军实施 因为这个举动的震撼力 其实并不及多架次的战机冲过海峡中线 因此更多架次战机穿越海峡中线 他认为是最可能的军事反制措施 像2020年9月美国国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的时候 连续两天分别有18、19架战机飞越海峡中线一样 正在美国访问的政大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则认为 由于美中关系处于高度的紧张 北京的反制行动反而可能偏向于外交和经济领域 比较不会直接做出军事行动 吴崇涵认为佩洛西访台并不会违及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因此中共的反制不会将重心放在军事层面 而是较多以外交和经济层次为主 台湾可能再调一些邦交国 或是有更多的产品被限制或取消 能够消往中国大陆 由于美中已陷入更为剑拔弩张的情势 军事的反制措施反而会被更加谨慎的使用 以避免一不小心发生擦枪走火 反而一发不可收拾 吴崇涵还认为 如果北京做出军事上的过激反应 将意味着二十大前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已受到很大的挑战 必须采取军事手段 对外发动战争或准战争行动 去释放内部的压力 或转移反对力量的挑战 如果这一个形势出现 反而是台海最危险的时刻 大陆军事专家宋忠平则表示 解放军一定会加大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 而且针对性会更强 中方必定会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 首先是解放军的演训活动 可能还会抓紧时间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中国也可能对访台的美国议员进行外交制裁 中方可以对佩洛西实施制裁 将他列为不欢迎的人 永远禁止他踏足大陆的领土 禁止和他有关的企业和中国有商业的往来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江西周杰和二舅的现实 94年生的周杰 很坦诚地展现了少镇做题家的社会 就是这样的运行规则 他一家人也做到了举贤不避清 部门家天下 大伯是江西高速集团的一个副总 三伯则是江西高速集团的一个子公司的副总 而他的爸爸江西省某交通系统的一个科技干部 他们一家人盘根错节 吸附在江西高速系统里面 周杰年纪轻轻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买了六套的住房 两个商铺购入总价846万元 他还有身价上亿的姐姐 据说是草房高手 一出手就是翻倍 让普通人心赌的是周杰的知识水平 和他享有的财富资源 严重的不匹配 他居然用严松严四番字笔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 严松被他儿子严四番坑惨的 他们的下场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而这一次可能不幸的验证 周杰不是一个人 只是一种现象中的一个奇葩 而他自己要外显被曝露了出来 而更多的小周啊 是不会在朋友圈炫耀的 因为他们知道 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足够低调 足以悄悄地堵死寒门子弟 上升的通道 周杰说出了现实 而这个现实很多人不愿面对 最后拿二舅来治疗精神内耗 二舅来自B站一个热门视频 不到几天的时间 播放量就超过了三千万 很多观众可能都已经看过了 二舅的命运很惨 少年才子遭到拥医 赤脚医生所害 落得终身残疾 内心巨大创伤 只能够辍学靠手艺为生 短暂的爱情也灰飞湮灭 就连残疾症也要拖很久很久 才办得下来 虽然这样 他仍旧选择原谅 那个庸医隐忍消化了 本来不属于他的苦难 这个视频一出现 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有人看了热泪盈眶 表示回忆起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经历 和在农村他的记忆 但另外一些人则大家批评 认为这个念头 不应该鼓吹这个阿Q精神 应该要致力消除苦难 而不是鼓励人们默默接受苦难 也有人说 这半年来大家过得真的很苦 当看到一个比自己更苦的长辈 表现出对生活不屈不挠的精神时 就会获得鼓舞的力量 普通人会很擅长 从他人的痛苦中汲取力量 二舅他就像一个心理医生 给予焦虑的普通人 开出一套精神的药方 不纠结过去 不期待未来 经历社会不公 学会隐忍 执着于当下 默默打好一手烂牌 但很多人也认为 这样只能够短暂 医治精神内耗 长期而言 还是会面临到 类似二舅的坎坷 最值得注意的是 二舅知道视频走红以后 全家哭了一场 他们害怕受到打扰 已经连夜离开了 生活多年的小三村 周杰还有二舅 几乎同时在网上受到关注 可以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 一个侧面的剪影 好 今天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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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扰